Hello 大家好 我是Steve 今天就会教大家用Visual Studio 2010最新的一个功能 就是Generate from Usage 首先我们开一个Test Project 开完这个Test Project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Test method开始做我们的Testing 首先我们现在开一个新的Class 叫Employee 我们有个新的员工叫MyEmployee 但它就detect到原来有问题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没有开过一个Class叫Employee 但它有个Smart Tag 就告诉我们原来开了Genate Class ForEmployee 或者Genate New Type 其实选择第一个和选择第二个有什么分别呢? 选择第一个就是很快就可以 选择一个新的.cs file 就是你的Employee Class 但选择第二个呢 就是可以给你customize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 例如你究竟开一个新的class file 还是加到你现在这个UnitTest1.cs 我现在就开一个新的file 你会看到左上角的tap 就会多了一个 就是Employee.cs 那其实它就不会马上搜寻到这个tap 就是要你自己按才会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不想disturb到你 现在你打的一些code 那好了 我现在就想查一下 究竟我这个Employee 就是叫steve 首先它有个name 它也会有age 那它是不是 查一下是不是20岁 好了 那它就会发现 原来你这个Employee Class 就没有一样东西叫name 也没有一样东西叫age 那它就很聪明的 它也一样会 帮你generate一个property 或者一个file 那好 我现在generate了两个property 一个就是name 一个就是age 那我们去看Employee.cs 它就对应回 因为刚才呢 前面那个name 我就是打了一个string 就叫steve 那age就是一个integer 就是20 那它就会对应回 你打什么呢? 那它就会 放回一个 对的 这个 variable type 进去 那我们现在试一个 新的test method 就是我们想试一下 如果 Constructor里面 我是放一些东西 那我能不能做到 它会不会generate 给我呢? 那我们就试一个 新的constructor 那但是这次呢 我就放 steve 进去 他的age呢 就是19岁 不是20 那他也发现 原来那个smarttech 就说 原来呢 不适合的value 那这次呢 他就可以generate一个 新的constructor 给我了 好了 那对应回上面 我又要generate一个新的 那这里呢 可以generate一个method的 例如我想员工开始做事 那就叫startwork 好了 那他都会知道 原来没有startwork这个method的 那他也可以generate一个method 是startwork给我们的 那我呢 就想在这里试一下 啊 如果他的名字呢 是steve的 而他呢 又是20岁的话 那他就可以开始他的工作了 如果不是呢 那他就不可以了 那他这里 在同一版里面 他都可以detect到 原来你是没有 这个property 是叫startwork的 那我都可以generate 那他就会在下面出现 好了 那我们刚才呢 那个constructor呢 我就pass了steve 和19岁进去 那在这里 我们就要对应 这个string呢 其实 不是p的 那我们呢 就是想要的name 那我们这里呢 就转到name 这个呢 就是h的 好了 那最后 我就想看一下 这个test case 就是看他是不是 究竟在做东西了 那我们呢 完成了我们所有的test method 之后 我们就可以按这里 Test Run All test in solution 好了 那我们run的时候 他就会在下面 show告诉你 究竟他是不是 可以过到的 那今次呢 就是两个test case都错的 因为呢 将来一个新的employee 那他就要查一下 究竟他是不是steve 和他是不是20岁 但是你在这个新的constructor 里面就什么都没有做到的 那他就 那个test case就不会过到的 那另外呢 在新的constructor 就算我pass了steve 和19岁进去呢 我再看回 究竟原来他要start work的 条件就是 他要20岁的 那start work 一样是不ok的 那这个 azure.is true 那也是不ok的 那怎么可以 如果我想更正 那就是在 这个constructor里面 我们设定 他default的时候 他的name呢 就是steve 而他的age呢 就是20岁 那这里start work呢 如果他是steve 和他的税数 是19岁 就可以做事了 那我们再run一次的test 那就两个都pass了 就是希望这个futures 可以帮到大家 那今天分享到这里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